阿富汗之所以會這麼快就落入塔利班的手中 當然跟阿富汗的政府,原來的政府 這個作戰的意志力太低,然後貪污腐化情形太嚴重 你看這個全球連結指數 阿富汗是全球貪污最嚴重的國家擺第三名 所以這個當然會影響到人民的觀感 人民對政府的支持度 然後當然他們也整體來講 他政府軍的作戰意志力當然也比較薄弱了 可是另外一方面 阿富汗一直有一個傳統 就是他們堅決的對抗 進入阿富汗的外國的軍隊 所以他的外號叫做帝國的墳場 他們打敗過英國的軍隊 打敗過俄國的軍隊 所以現在他們打敗了美國軍隊 所以他們認為這是一個民族主義的戰爭 甚至是一個宗教的戰爭 所以塔利班的戰鬥意志是很強的 而且他很成功的宣傳讓人民認為 美國是一個侵略者 所以把美國趕出阿富汗 等於是阿富汗人民的 這樣的一種傳統 文化傳統之一 歷史的一部分 但是整體而言 最重要的可能是因為美國撤軍的計畫 太粗糙 太倉促 規劃這個嚴重的不周 才加速了阿富汗的這樣的一個敗亡 坦白講 阿富汗是遲早是會落入塔利班的手足 美國的評估 全世界多數觀察家大概都這樣認為 可是這樣子迅速的到來 這樣快的被塔利班 就控制了這個阿富汗的全境 這是出乎大家意料之外的 那我個人認為其實那個導火線 真正的導火線 就是7月2號巴格蘭的那個撤軍的行動 清晨三點 美國的軍隊趁著夜色 匆匆忙忙的撤出巴格蘭 這個美國在阿富汗的最大的空軍基地 到天亮的時候 阿富汗的指揮官才發現 美國軍隊全部撤光了 留下一些車輛 還有五千名的囚犯 主要是被捕捉了支持塔利班的這些軍人 所以這個讓這個阿富汗的政府軍啊 整個心防崩潔了 整個戰鬥意志就瓦解了 他們就認為說美國現在就是要不顧一切 不顧它作為超級強權的 這樣一個顏面 這樣一個地位 他就是急著要逃離阿富汗 那在長期依賴美國作戰的這些 政府軍就認為說 那完蛋了 阿富汗完蛋了 所以很快就有阿富汗的士兵逃亡到塔吉克去 因為這裡面有相當程度的塔吉克人 阿富汗的民主很複雜 其中的比較大的一支的其中之一 就是塔吉克人 他們就逃到塔吉克共和國去了 所以這個粗糙 不是我們在這裡批評 美國國內也不只有共和黨 連民主黨人自己都認為這個計劃太倉促 而執行的這樣的一個效率也非常的差 沒有按照原來的 原來計劃就很粗糙 又沒有按照原來的計劃來進行 那其實這個最大的衝擊是什麼 就是越戰的陰影又回來了 你知道從1975年的4月西貢淪陷 到1990年美國開始派軍到波斯灣 然後在次年發動戰爭 中間大概相隔16年 也就是說美國其實是整整花了16年 才走出當年越南淪陷的那個陰影 那這一次我們看到的就是 阿富汗人民蜂擁像潮水一樣湧進了 阿富汗的這樣的一個機場 喀布爾的機場 然後開始也出現 塔利班的那樣的一個政治的面目的那一面 原來的那一面 譬如說資源的女記者要採訪阿富汗 這個塔利班的戰士 塔利班在這個角度你站到一邊去 因為你是女人 這個會很震撼 因為塔利班本來就對婦女非常的歧視 所以那種 塔利班這個破壞 阿富汗人民的消息會不斷出來未來 因為畢竟有這麼多的這個翻譯 美軍的翻譯 還有情報人員 軍人 警察 還有那些官員 這些大家都塔利班要報復的對象 對他們來講這件事叛徒 美國再怎麼接也接不完這些人 這些人 多數的這些人跟他們的家裡人 你要嘛就逃出去 要嘛就只有留下來 所以他們絕對是被破壞的對象 這種消息會層出不窮的出來 特別那個難民 湧到巴基斯坦啦 還有其他的國家啦 那樣的一個畫面會不斷的出現 那樣的一個畫面會不斷的出現 所以美國人會非常的憤怒 因為花了一兆美金二十年來 然後呢 美軍死了2448個人 然後跟美國簽合約 去當軍事的這樣的一個合約者 或者是叫拼估人員的這些人 死亡3846人 受傷的人更多 那付出這麼大的代價 死了這麼多美國人 傷了這麼多美國人 最後卻是用這種方式 撤離阿富汗 然後阿富汗人民現在開始要恢復到水生火落的生活 所以美國人民會非常的自責 非常的內疚 然後也會非常的憤怒 所以會有很長的時間 那個阿富汗的陰影 沒有辦法逃領 會在美國社會裡面繼續醞釀 在那邊發酵 所以會有很長的時間 我認為美國根本不敢派大軍 到海外去作戰 這個我倒覺得 我們要去記住了這樣 我最後只想講的就是說 台灣怎麼看待這個問題 現在開始有一些類比 說今天的阿富汗可能是明天的台灣 我想這樣的類比是很不恰當的 因為畢竟台灣跟阿富汗的差距是很大的 因為兩岸之間畢竟是有一個 說小也並不小的台灣海峽 說寬並不寬 但說不寬也還蠻寬的一個台灣海峽相隔 而台灣跟阿富汗也不太一樣 阿富汗是個高原 然後地形非常的崎嶇不平 有些還是完全的沙漠地區 冬天酷寒下大雪 夏天的酷熱 這些都非常不利 這個機械化部隊的這樣的一個作戰 台灣相對來看有一個這個海峽 所以大部分的戰爭大概會先在海上跟空中進行 那台灣目前來講 我們的路上跟空中的武力 還有反登陸的這個武力並不弱 我也不認為台灣的作戰的意志力會那樣子的剝弱 所以這是沒有辦法相比的 但是有一點有一點 我覺得我們還是要深深地放在心裡 第一點就是二十年前 美國進軍阿富汗 二十年後美國撤離阿富汗 從拜登總統到多數美國人民 都認為這兩件事完全不一樣 一個進軍一個撤軍 但是都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 美國當年跟我們斷交 現在回過頭來拉攏台灣 美國主政者也認為這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 所以國際政治學的大師摩根鳳說過一句話 外交政策就是反映一個國家的國家利益 可是對一個小國來講 我們可能要記住了 解釋國家利益是什麼 那個權利阿 常常是在強者的手上 不是在弱者的一方 尤其美國的外交政策 要怎麼做才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 而什麼樣的環境 是適合美國追求他的國家利益 這個解釋權 決定權 是在華府 不是在任何其他的國家 所以大概我們必須要注意這件事 就是說我們可能 美國對我來說非常重要 可是我們還是要設法 來擴大 我們自己的國家利益 我們可能也要追求自己的國家利益 而這裡 中華民國的國家利益 跟美國國家利益 不會完全是一致的 全世界沒有兩個國家的國家利益是一致的 所以我們在追求 對外政策 兩岸關係 的同時我們要去想的就是說 怎麼追求我們自己的國家利益 美國有國家利益要追求 我們也有我們自己的國家利益要追求 相符合的時候 對中華民國最好 不符合的時候 我們要設法要生存下來 所以我們要依賴美國 但是顯然不應該全然的依賴 我們要有自己的想法 也要自己的戰略 用這些東西來保護我們自己 我都可以做一下 大家可以做一下 對中華民國最好 你找到一個人來為 我們來自私я 出現你的公司 你不需要 我對中華民國最好 來自我 不需要 可在其他國家利益 我快樂